为了重返十八岁,每到月圆之日,这个老巫婆都要命人杀死一名年轻男子,用她的鲜血,加上特配的草药,一起熬制,流入水池内。 只见老巫婆退去身上所有的衣服,心中默念咒语,然后缓缓走进血池里,随即又将整个脑袋浸泡下去。 此人日月精华,刚才还满脸褶皱的老巫婆,一下子就变得容光焕发,与妙龄少女无恙。 而女人之所以要用年轻男人的心血,维持年轻的模样,竟是为了等待心爱之人投胎转世,然后和她再续前缘。 原来在两百多年前,女人妮达因为贪玩,偷偷跑来河边洗澡,结果却意外掉入水里,差点被淹死。 幸好路过的心徒看见,立马跳入水中,将妮达平安就上岸。 清醒过来的妮达,刚起身准备要对心徒表示感谢,却因体力不支,跌入心徒的怀里,两人四肤相对,目光交汇的一刹那,确定是一见钟情了。 心徒将妮达平安送回家,管家塔萨拿出重金作为回报,可却被心徒当场拒绝了,留下一句,祝妮达小姐早日康复,便离开了。 其实,两人的对话,妮达一直躲在角落偷听,这下更是对心徒放心暗许,可好是多魔,女子妮达在河边洗澡被耗色的王子发现,当看到妮达的长相后,哈喇子都快留下来,为你的气魂八素,决定要迎娶这位美丽的女子,于是便让手下的人跟踪妮达。 没想到,却被对方发现,妮达和一个叫心徒的小贩走得很近,为了报答心徒的救命之恩,妮达特意过来找心徒,拿出一袋钱给她,心徒再次拒绝,并表示如果妮达真的希望她收下,那就以一物相换,说完就将妮达拉进帐篷里,从箱子里拿出她最宝贵的金丝固送给妮达,将她披在妮达身上,此时空气中淋漫着暧昧的气氛,果然下一秒两人就亲在一起了。 而这一幕被王子的手下看见,于是立马告知了王子,这让王子顿时不然大目,当警令人去妮达家提亲,妮达自然是一百个不同意,她早就听说王子在外的名声不好,生性残暴又气泻成群,还有一个奇葩的怪好,那就是喜欢割下别人的耳朵当乐趣,简直是没有人性,就算死都不会嫁给她,母亲奉劝妮达,不要违背王子的命令,否则后果将会很严重,可妮达才不管这么多,到了深夜,妮达不自留出来见心徒,向心徒咕诉被逼婚的事,更不会跟一个不爱的人结婚,心� 趁机表达妮达,两人确认彼此的心意,误以为只要两人成婚,王子便不再纠缠妮达,然后就请到深处时,一起探讨生命的起源,事后,两人还是决定一起私奔,因为他们深知王子凶蠢残暴,绝对不会放过他们,隔天妮达的母亲向王子转达妮达不愿出嫁的决心,这让王子大发雷霆,得知原因竟是妮达早已心有所属,于是王子便派人深夜前入心徒的帐篷内,将他很心一刀童死,还割下了心徒的一只耳朵,当妮 妮达赶到时,心通仅剩下最后一口气,临死前,她扯下脖子上佩戴的佛牌项链送给妮达,说这是她最钟爱的东西,现在将她送给妮达,也代表她的心,希望了人下辈子再续前缘,也就是这句话,让妮达胡等了心徒几百年,不惜变成杀人如麻的老巫婆 只因女人贪玩,在河边洗了个澡,不仅收获了爱情,还被凶狠残暴的王子看了个惊光,相众准备迎娶妮达作为她的想妾,却遭到妮达的强烈反对,于是王子便命人将妮达的爱人残忍杀害,临死前,心徒许下来生在许前缘的约定,便也恨稀斐了,而妮达一直坚守这份承诺,即使最后还是要被迫嫁给王子,只因王子威胁妮达,如果不嫁给她,那她的母亲就会和心徒一样的下场,等到婚礼当天, 妮达就暗自发誓要替心爱之人报仇,然后不情不愿地坐上花轿来到王宫,嫁给了这个猥琐的王子,夕婚之夜,王子来到房间,将妮达一把推到,随即又扯下她胸前的伏牌项链,直接扔在地上,顿时引起妮达的不满,当王子放下戒备,准备享受温柔相识,妮达毫不犹豫地取下发簪,狠狠朝王子的后脑门扎了下去,王子痛苦地连连后退,然后把下发簪,这一举动成功击入王子,上前死死掐住妮 妮达终于替心图报仇血恨了,这时管家塔萨推门而入,看到这一幕一脸的震惊,但还是逃命要紧,趁着官兵还没发现,临走前,妮达捡回心图送给他的佛牌项链,刚准备离开,突然被王子的手死死抓住,塔萨见状二话不说又给王子补一刀,这下王子是彻底凉透了,两人立即逃离是非之地,很快王子的手下就发现凉透的王子,于是便带着一群人去追杀妮达两人,年轻官兵就快追上来,关键时刻掉链子 妮达崴了脚,痛他不了,塔萨只好将妮达安置在这里,躲避官兵,而他则是独自一人去对付这群人,一开始,妮达时曾担心塔萨,不想让他冒险,但塔萨给了妮达一个放心的眼神,随即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官兵面前,只见对方挥刀要砍向塔萨的时候,却被他默念咒语给弹开了,对方见塔萨懂点法术,便也开始施展自己的妖宠小技,默念咒语后,对着长刀吼了一口气,发出一阵亮光,就毫不犹豫地砍伤塔萨的 躲在角落的妮达,看了木洞口袋,从会知晓塔萨居然还有成一身本质,两人成功逃脱后,躲在一个山洞里,为了防止追兵等下追上来发现,塔萨又施法将洞口被封住 顺手用万能大笔验出一堆火柴,看来出门再慢,随身佩戴一些大笔很有必要啊,关键时刻还能保密,事后,妮达拿出新途送给自己的项链,进入深深的字字之中,两人今生情深远浅,戴新途已经承诺会和他再去前缘,为了这句话,妮达怎样都要活下去,又不知道新途何时能投胎转世,于是询问塔萨长生不老的方法,最好再遭他法术,这样他就能像塔萨一样不老不死,等待新途投胎转世,但被塔萨果断拒绝,因为巫术也有� 可妮达却无所谓,反正他杀王子的时候,老兴奋了,也不怕沾染更多的鲜血,为了新途他心甘情愿坠入地狱,塔萨是断然不会让心爱的小姐变成杀人容麻的罪人啊,不达目的是不罢凶,妮达犯罪以死相逼,最后塔萨只能妥协了,很快时间过去了百年之久,男人一个人在外也要小心,否则就会被人砸晕,再去煽动大放血,供妮达永保青春,此时的两人,早已白发苍苍,满脸扯皱,但只要浸泡在这血池里,不出三秒 就能让活了两百多岁的妮达,瞬间恢复到十八岁的容颜,此时的妮达已然成为了一位法力高深的巫师,为了变得更美,女人在血池里浸泡了三天三夜,原本还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一下子就变成了妙龄少女,妮达已经活了两百多岁了,只因心爱之人,临死前,留下在许前缘的约定,竟不惜变成如今这副鬼样子,可等了两百多年了,妮达始终没等来星途的转世,而她手上已经不知道沾满多少罪孽,手下阿龙因为身患恶极, 每逢月圆之夜就会犯病头疼,更是到了游进灯窟的时候,为了让阿龙继续留在身边做事,塔萨直接一刀送走阿龙,随即施法将她变成了一具傀儡,永远效忠两人。很快又过去了七十年,一个叫彭哥的富商,忽然看中了妮达他们山洞前的这片土地,想要开辟成茶园,妮达得之后自然是不可能让对方得逞,否则他们的秘密就会被发现,于是便让塔萨去解决掉彭哥,没想到单身百年的老初女塔萨居然会对彭哥一见钟情,当妮达施法� 将彭哥带去山洞解决时,却被塔萨极力阻止了,妮达怒斥塔萨这么做的原因,而塔萨给出的理由是,彭哥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人,如果莫名失踪,肯定会招来更多对他们不利的麻烦,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妮达嫁给彭哥,妮达却十分反对,要知道,她活得这么久,就是为了星徒,绝对不会和其他男人在一起,塔萨解释,两人只是当灵役上的假夫妻,不用和他有夫妻之时,至于其他的事,交给他处理就行,于是,就这样,妮达再次穿上新娘服,化 塔萨施法吐出一口气,然后就失去了意识,妮达立即打开房门,和塔萨护换的身份,又变成妮达的样子,完成了吹香一夜,转眼间,过去了一年多,和妮达的肚子时时没有动静,这让囚子心切的彭哥着急不已,想让妮达去医院做检查,却遭到妮达的反对,于是便放下狠话,如果妮达再怀不上孩子,就去做试管婴儿,听到这话的塔萨伤心不语,过久之后,就有了孕毒反应,妮达得之后,一脸震惊,要知道,他们这种身份的人 是不能有孩子的,因为等到孩子临腾之时,他们的复原术就会流失殆尽,身体价快老去,再也无法恢复年轻的模样,可是爱彭哥的塔萨,执意要生下这个孩子,这样也能打消彭哥对妮达的起因,同时又能满足彭哥求子的心愿,无奈,妮达只好和彭哥谎称,已有身孕,但他老家有个习俗,就是女人怀孕满六个月时,必须回到他们那里生产,举行降生一世,才能确保孩子平安一生,彭哥觉得荒谬至极,一旁的塔萨又在帮忙说死,就这样,主 母后两人一唱一和,成功取得彭哥的信任,很快到了塔萨临腾的日子,塔萨腾的死去活来,终于生下了彭哥的女儿,可是容颜却被打回原形,变成了老太婆的模样,当看到女儿的这一刻,她又觉得一切都值得了,果然女子本若为母则刚,母爱既无私又伟大,但在外人眼里,妮达才是孩子的母亲,彭哥有了女儿后,欣喜若光,处为人妇,脸上的笑容是藏不住,询问妮达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好,但妮达却一副冷冰冰的样子,让彭哥自己做决定 彭哥说女儿的眼睛像星星一样漂亮,于是便取名叫带来,作为亲生母亲的塔萨,只能每每站在远处偷看父母俩,如今她这感模样,已经不能出现在任何人面前,这天夜里,彭哥发现这么晚了,妮达居然不在屋里,便出门寻找,恰巧看到妮达独自一个人去了深深老林,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彭哥一路偷偷尾随,跟踪妮达来到她的老巢,竟被她发现妮达不可告人的秘密,这里到处都是被关押的年轻壮汉,彭哥被这一幕吓得落荒而逃, 结果下一秒,意外跌倒,看见了好几句失误,魂都快下飞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就被人从身后打晕,原来妮达已经发现了彭哥,断然是不可能再让彭哥火灭,塔萨可求妮达,看在她的份上,我要杀彭哥,妮达说饶了彭哥一命也可以,但是要让她忘掉今晚看到了一切,然后就给彭哥喂下了不明药物,此药的作用就是让她的脑子损伤,受尽折磨,如同疯子一般,从那之后,彭哥就被妮达囚离起来,妮达治理成章地成了那家的女主人,回 女主人都以为她不在了,转眼间,又过去了十六年,妮达心心念念的男人,终于转世投胎了,只一美女在河边洗了个澡,就找到了此生最爱,不信你也去试试,奈何命运总爱中弄人,不久后,两人就阴阳相隔了,取下来生再去前缘的承诺,于是女主硬生生,活成了三百多岁的老巫活,虽然有助严数,但却要双手沾满鲜血,三百年后,心爱之人终于投胎转世,也就是今生叫查卡的男人,而他有个弟弟叫艾德,约好了和朋友去森林� 殊不知,几人去的那个森林,正是妮达的老巫附近,艾德不小心被树枝拜倒,结果下一秒就和朋友走散了,回过神来的他,发现四周居然变成了一片竹林,无论他如何呼喊,都得不到任何回应,就在这时,妮达身种古装出现在艾德面前,艾德离估着,难道是见鬼了,妮达让他瞪大自己的眼睛,好好看看,会哪有长这么漂亮的,说完妮达就默念咒语,随即吐出一口黑气,艾德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操控着,迷失了自我,双孔变黑,就这样不受 他就控制地跟着妮达离开,紧接着来到山洞前,艾德突然被电话铃声拉回现实,原来是毫无打来的,询问他在哪里,艾德也不知道身处何处,只记得刚才有个妮达的女人,说要带他去亲门府,和话还没讲完,就被阿龙从事后一棒子打晕过去,然后将他扛到山洞里弯压起来,与此同时,联系不到艾德的好友,只能打给查卡,得知弟弟失踪后,查卡立马购买飞机票,准备拿往所谓的亲门府,好草不草的是,在机场,查卡意外撞扮 把妮达的女儿带来,等看清彼此的长相后,目光相会的刹那儿,爱情的种子悄然萌芽,到了晚上,查卡和朋友开车来到那片森林里寻找艾德,另一边,艾德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被关在牢笼里,于是便拿石头砸向阿龙,故意激怒对方过来,将牢笼打开,而他则是趁机将阿龙锁在里面,做完这一切,才迅速逃离了现场,好巧不巧,当艾德冲出来时,刚好挡在查卡车子面前,此时的艾德因体力不知,直接晕火去,而查卡认出 爱德,连忙下车查看,然后两人立即将爱德送往医院,妮达得知爱德逃跑后,一巴掌打在阿龙脸上,甚至如果爱德遇复意识,那他们的毅力就会放入,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去除掉爱德,然后便开始开弹作吧 使用分身术,闪现来到爱德的身边,用手搭在爱德的胸口上,爱德立马便清醒过来,此时他再次被妮达控制了意识,跟在妮达身后,无凭地呼唤妮达的名字,一路跟着妮达开到厅台上,只见妮达毁一笑 然后悬浮在半空中,向爱德伸出一只手,就这样,爱德爬上台阶,呼向妮达,同时以最快的速度下降,当查卡赶到时,只看见了爱德跳下去,可还是晚了一步 机眼目睹弟弟坠楼身亡,妮达也看到了查卡的长相,狐狐等了三百多年,她的心图终于转世了 这让妮达欣喜若狂,连忙将这个好消息和塔撒分享 女人抱着一个男人双双坠楼,男的当场嘎了,而他却毫发无伤,只因他是个活了三百多年的老巫师 殊不知,男人正是心爱之人转世的弟弟,可他却丝毫没有一点愧疚之心,反而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迫不及待想和转世后的心图再许前缘 这次他绝对不会让心图离开自己,没人能阻挡他 另一边,在爱德的葬礼上,查卡怎么都想不通,弟弟为什么要跳龙,连身边的好伦瑞恰也认为此事疑点重重 查卡说,当时爱德就像是跟着什么人去的,但他赶到时却没有看到其他人的身影,只听见爱德在面到一个叫妮娜的名字 而这个人中近又是谁呢,这时警察找到查卡,还坚称自己的弟弟绝不会自杀,警察却查不出任何原因,怀疑是不是爱德患有精神疾病,查卡生气的说怎么可能 自己的弟弟就快毕业了,前途一片光明,生活更是无忧,根本没有理由自杀,说着就情绪大爆发,差点和警察动起手来 幸好一旁的瑞恰要他先冷静点,瑞恰突然想起,爱德之前提过的亲门府,怀疑此事跟亲门府没有关 于是瑞恰的妹妹瑞杰提醒警方应该从亲门府开始调查,但警方早就去找妮娜路过口红,而妮娜给个解释事 就这样,妮娜成功洗脱罪灵,查卡却对此话深信不疑,而且近几年来,有好几个年轻男子审理失踪,都是发生在亲门府附近 警方一直在侦查此事,却毫无头绪,跟爱德的遭遇又极其相似,而爱德出事前,他亲耳听见爱德一直叫着妮娜的名字 可没人认识这个叫妮娜的女人,如果要查清真相,就必须要去拜见亲门府的主人穷书兰 塔萨得知女儿戴莱,回复了,忍不住偷偷来看她,不幸想被戴莱发现,塔萨只好慌忙逃走 戴莱追了出去,却不小心摔了一将,塔萨连忙上前查看,戴莱趁机抓住塔萨不让她离开 许问她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偷看她,但还是被塔萨拼命证拖开 戴莱刚想追,眼前突然又出现一个人,将她撞倒在地,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戴莱的亲生父亲 红哥虽然疯了这么多年,但血浓于水,一见到戴莱就变得十分激动 抓住戴莱的少,不愿放开,可惜戴莱一直以为父亲去世多年,根本记不清 她的产相,更何况,眼前之人拉里拉她,一身脏兮兮的样子,戴莱又怎么可能认得出来 女佣威胁她,赖不放手,就告诉穷夫人,也就是妮娜,听到这个农子的红哥,立马吓得落荒而逃 带来向女佣打听在人世,女佣解释,让人叫阿潘,是个疯子,很多年前,穷夫人可怜她,就将她收留在府里 但她平时也不敢出来闲谎,也不知道今晚抽什么疯,带来又询问卡萨的事 女佣说,家里年纪最大的人只有雏娘,并没有带来口中说的那个老伯伯,这让带来更加好奇,卡萨的身份 与此同时,查卡决定亲自去亲门府调查爱德的事,那天还特意去网上找了一份关于亲门府的资料,拿来给查卡 原来,亲门府查员正在招聘经理一直,于是,第二天,查卡独自一人去了查员应替,当妮达看到查卡的应替资料,脸上顿时难以激动 只因男人在查员里,捡到一部昂贵的手机,就惹来杀身之祸,原来是妮达发现,这是爱德生前留下来的手机,为了避免再生事端 于是便让手下阿龙除掉此人,随后又一把火将手机烧毁,误以为此事就能平息 殊不知,查卡为了调查弟弟爱德的死因,性主动应替,妮达查员的经理一直 当妮达见到转世后的新途,已经完全恋爱朗了,哪里知道对方是带着目的性来的 立即施犯,将新途的车轮爆胎,开到一半的查卡,只好下车检查,戴莱正在查员拍照 当看到查卡,立马热情上前和她打招呼,两人都很意外,能在这里再次相遇 查卡说自己是来应聘查员经理一直,而戴莱则说,这里是自家查员 紧接着,戴莱就帮查卡换车态,这时妮达找过来,一副深情缓缓地看着查卡 确定是自己苦苦等待三百年的心爱之人,快要掩藏不住的心念,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忍不住叫出辛苦的名字,戴莱听到母亲的声音走得出来,这让妮达瞬间错一大翻 录制戴莱怎么会在这里,戴莱解释,扎卡的车子坏了,再过来帮忙 说完就想查卡介绍妮达是自己的母亲,查卡刚想打招呼,就被妮达拒绝了 说自己不在意这些烦门入节,然后就迫不及待地邀请查卡去会议室详谈 妮达告诉查卡,她被录去了,但她有个要求,就是查卡必须搬到清门府来处 表面上是说方便安排工作,实际上还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查卡当场最容易了 但她需要三天时间处理下私事,都等了三百年了,妮达自然不介意,再多等三天 两人聊完后,查卡早了出来,告诉戴莱自己被录用了,可能是因为戴莱的原因 于是便提议要请戴莱吃饭作为泡打,结果这一幕被妮达看到,顿时醋意大发 将戴莱叫到办公室,质问她怎么会认识查卡,看起来还这么亲密 戴莱解释,两人是在机场偶遇,这次才第二次见面,强烈的占偶遇 让妮达不愿让任何女人靠近查卡,就算是她的女儿也不行 说查卡即将成为查远的经历,她不想让两人有过多的纠缠,简直有失体统 那来说没有和查卡纠缠,两人只是朋友之间聊聊天而已 最好如此,妮达让戴莱紧急起死的话,回到家的查卡,将经历的一切说出 一会亲门府的女主人,也就是戴莱的母亲未免太年轻了,和戴莱站在一起 两人更像姊妹,让人猜不出年龄,这让三人更加疑惑不解 看来亲门府确实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女佣戈婷出门万货的时候,意外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在地 此人不是敌人,正是瑞洽,两人互相指责对方的过失 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停,直到瑞洽看到戈婷手臂上的伤口 于是便将歌廷带去医院包扎,两人就这样认识 事后歌廷被司机接走,瑞洽在车上看到查原的标志 才得知歌廷竟是查原的人,最后瑞洽才深深来迟 参加爱德的葬礼,解释自己可小心撞到亲门府 所以才耽误了一点时间,一旁的男人听见亲门府三个字 一下子变得紧张不安,好心提醒三人 千万不要去那个地方,很危险,这下更加勾起三人的好奇心 询问怎么都危险,男人说他不想多说 如果他们真的想知道,可以去问他的朋友跟他 从小他就在亲门府工作,直到四年前才从那里逃出来 而这个造奔通的男人,正在开大作法 房子周围设了一个姐姐 因为他感应到危险,一条小可爱正朝着他的住处袭来 此舌正是妮答的化身,奔通的道合还是太浅 就他一个活了几十年的人,怎么可能斗得过活了三百多年的妮答 只是轻轻吐了口红气,原本还是小可爱 下一秒就变成了大可爱,随即出现在奔通面前 吓得他落光而逃,无料大可爱都知何时 已经来到他跟前,眼见小硬就快不到 危急时刻,奔通的姐姐及时出现 只见他拿出一条白绳子,放在嘴边念念有词 然后吐出一道白光,扔向大可爱 就这样,大可爱惨笑一声,又变回了小可爱 逃之夭夭了,看来这个巫师也不简单了 与此同时,查卡和瑞恰找到两人 向他们打听亲门府的事,奔通回忆四年前看到了一幕 奉劝几人别去亲门府,因为那里有很多邪恶的势力 查卡却说他不管什么邪恶的势力 但他的弟弟是从那里逃出来后,离其死亡 所以自己一定要查清真相,奔通是不愿透露更多的信息 和查卡执意要找出真相 女人只是在河边洗了个澡,就爱上了个渣男 许下来生再许前缘的承诺 为了这句话,女人变成了老巫师 活了三百多年,终于等埋心爱之人的投胎转世 结果这只是她的一厢情愿 半夜的时候,尼达偷偷溜出房间,恰巧被带来看见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于是跟了上去,来到了一片森林里 原来尼达是来找塔萨,询问她有没有办法让查卡早点爱上自己 塔萨认为两人前世相爱 这一世让查卡的爱上尼达,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殊不知,转世的查卡早就已经别练 而尼达不愿意再苦等下去 塔萨说也不是毫无办法 想让查卡记起前世的事,尼达就必须苦休两个时辰 这期间绝对不能中断 说完就拿出咒语,让尼达紧记 就在关键时刻,带来来到了茅草屋外,刚想枪门 就被塔萨发现,手持笔手走了出来 让彼此看清对方的长相后,都震惊不已 带来更是吓得落荒而逃 拼命跑了回来,撞在哥林身上 事后还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而她对塔萨的身份十分好奇 等到第二天,带来就直接开门见山 询问尼达昨晚去茅草屋干嘛 那个年迈的老婆婆又是谁 尼达谎称老婆婆 只是她收有无家可贵的一个老人而已 并警告带来,以后不要在半夜三更好出去 可这让带来更加好奇老婆婆的身份 势必要查清死人 与此同时,查卡在清门府询问了所有人 就是没有人认识一个叫尼达的人 瑞杰觉得尼达这个名字更像是个古人的名字 于是便去了图书馆查用有关清门府的相关资料 可寻找了大半天又毫无头绪 就在她一无所获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了二十年前 尼达和彭哥结婚时的合照 都过去二十年了 尼达的长相居然没有任何变化 便拿出手机拍下这种照片 准备拿给查卡看看 另一边,查卡打电话约带来吃饭 主要是想从戴莱那里了解一些清门府的事情 问她认不认识一个叫尼达的人 戴莱一脸疑惑 解释自己从六岁时就被奶奶带去国外生活了 最近才回来 对家里的事其实并不熟悉 而这边,尼达十分想念查卡 想知道此刻她在干嘛 于是便施法查卡 却被她看见 戴莱又背着她和查卡单独见面 顿时火冒三丈 怒气冲冲的找到两人 先是假装偶遇 然后又以有重要的事理由 将戴莱直接带走 出来后 尼达就恶狠狠地甩开戴莱 陆时戴莱竟敢背着她又去纠缠查卡 戴莱解释 两人只是单纯的吃饭而已 她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尼达让戴莱不要再顶嘴 按照她的丰富照做就行 看到尼达凶狠的样子 戴莱不敢再造死 只能歪歪顺从和尼达回家 等到晚上 尼达又一直不住想念 想知道查卡在做什么 会不会因为今天的事生气 然后就用使用分身之术去找查卡 恰巧这时 瑞杰去找查卡 只一美女在河边洗了个澡 就爱上了个渣男 许下来生再许前缘的承诺 结果美女为了这个不实际的承诺 变成为一个不择手段的老巫师 凡是阻碍到她的人 通通都会被她残忍杀害 瑞杰看到尼达的针身后 为吓得不清 更是意外滚向楼梯 头部还重重地撞在柱子上 昏厥过去 等查卡和瑞恰发现后 瑞杰口中还喊着穷夫人的名字 然后再次进入昏迷 于是两人 连忙将受伤的瑞杰送去医院抢救 好在经过医生的诊断 瑞杰确定脱离了生命危险 瑞恰十分疑惑 为什么妹妹好端端地会从楼梯上摔下去 查卡说等瑞杰醒来 就会这小一气 突然瑞恰想到 在瑞杰晕倒前 提到的穷夫人的名字 猜测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关联 而尼达决定找机会除掉瑞杰钱 先想办法让查卡重新爱上她 隔天 查卡来查员上班 尼达亲自出来迎接 脸上藏不住的喜悦 随后便带查卡去参观查员 跟她介绍有关查员的起源和制作的过程 查卡询问尼达 晚里查员这么久了 为什么容貌看起来还如此年轻 尼达只经递开这个话题 说还是讲讲查卡的事吧 明明出生在难谷 为什么会千里条条来到这里工作 难道是有什么吸引你 过来的 就在尼达误以为是两人前是人未了 查卡的电话铃声就响起 原来是润洽打来的 说瑞杰已经清醒过来了 于是查卡便向尼达请假一天 说去医院看望朋友 听到正话的尼达 论感不妙 回到房间便开始施法看到瑞杰 推荐他轻轻对着树枝念念有词 然后折断 扔了进去 瑞杰前方的树枝就突然折断 连忙踩住刹车 也为尼达争取更多的时间 立即命令身边的小可爱 去医院解决掉瑞杰 很快小可爱就闪现来到瑞杰的病房里 此时瑞杰还不知危险正在被她离近 思考着昨晚看到了事 而小可爱已经爬到她的床上 扮演过来的瑞杰 吓得拿起枕头疯狂驱赶 看到这一幕的尼达露出了成了笑容 眼看小可爱就要袭击瑞杰的时候 查卡及时出现 而尼达也看见了查卡 担心会伤害到她 于是便立即召回小可爱 这时瑞恰也赶到了 计划再次落空 尼达只好在玄机会下手 瑞杰也因此惊吓过入 医生不得不给她注射了镇定剂 陷入昏睡的状态 真相还是来不及说出口 担心瑞杰再次清醒过来 会告诉查卡真相 她知道塔萨一定有办法解决 塔萨说让人闭嘴的方法不是没有 于是便将方法告知尼达 只见尼达拿出一个布偶 一边念着咒语 一边拿针将布偶的嘴巴缝住 果然瑞杰那边清醒后 竟发现嘴巴开不了头 连医生都束手无策 尼达的分身看到这一幕 随即露出得逞的笑容 女巫师正在和大蟒蛇斗法 大蟒蛇又趁其无备的时候 将女巫师的身体紧紧缠绕 女巫师拼命挣扎 从包里掏出一把鼻手 狠狠刺向大蟒蛇 然后惨叫一声 就化成了一条小蛇 另一天 尼达找到奔通 怒指她不该多管闲事 于是便开始施法要除要奔通 紧接着又死死掐住奔通的脖子 就在这时 尼达感应到化身蛇有危险 只能暂时放过奔通 闪现来到女巫师面前 接下来就是两个巫师的较量了 各显神通互不谦让 尼达只是轻轻吐了一层气 根深蛇就重获自由了 紧接着 尼达就施法运火圈 将女巫师团团围住 女巫师见状 不仅不慢地 从身上掏出一块绿宝石 朝着天空入去 瞬间天降大雨 将尼达的法术破解了 原本旺盛的火焰 一下子就被覆灭了 随后又见女巫师 朝着尼达施展法术 扔向尼达 将她的手腕划伤 尼达见状 立即摘下自己的发簪 朝着女巫师扔去 刺中她的胸口 等女巫师回过神来的时候 尼达早已不知所踪 要不是女巫师 这次有备而来 尼达也不至于这么狼狈逃离 但下次她再想伤当尼达 可就没这么容易了 与此同时 扎卡和瑞恰又再次找上奔通 结果却看到奔通 奸奸一息地躺在地上 于是两人连忙上前查看 而这时女巫师可也赶了回来 看到弟弟受伤 便施法补取了奔通的记忆 知晓的是尼达 但却意外暴露了自己 要不是她激励 砸伤了尼达的手法 阿龙才幸免云奈 那此之后 她就逃离了亲门府 落在这里 还要时不时遭到尼达的暗杀 与死前奔通提醒查卡 不要再插错这件事了 一定要远离亲门府和穷夫人 说完就当场理恨西北了 尼达这边 刚想施法 让自己的伤口愈合 却发现法力失效 身体更是加快老虚 于是着急的来找塔萨 寻求帮助 她不愿找到戈婷 向她打听 有没有在亲门府 见到一条大可爱 因为自家妹妹前两天 被她吓得不轻 而她听说那条大可爱 就是亲门府的人一样的 戈婷一负不可知性的样子 见接默认亲门府 确实有大可爱的存在 内下想要知道在哪 莫多难难 有你熬他们是哪一口公虫 戴兰和查卡 在查员甜蜜互动 期间戴兰还为查卡 拍了不少照片 正在觅食尽心的尼达 却早月静下心来 此时的她内心很直煎熬 好不容易等到心头的转世 却因如今的模样 不能相守 对她来说 简直太痛苦了 更是时刻想知道查卡在做什么 于是 在此时法刊的查卡 居然又和戴兰在一起 两人亲密的样子 让尼达顿时猝一大发 尼克都忍不了 立即找到塔萨 告诉她无论如何 今晚她一定要血愈 恢复年轻的样子 可今晚不是月圆之夜 前天在寺庙 还蛮人 没当着猛猫 阿龙直接一刀将其同死 随着一声惨叫 解语即将开气 塔萨还是十分担心 奉劝尼达三四二后行 原本他们使用黑巫术就不妥 但也要遵守总训 如果违背后果不堪设想 尼达却不愿再等下去了 没什么比她现在这副鬼样子 更可怕的事了 说完做毫不犹豫的进入室之里 如今这条不归路 真是造议啊 恢复样貌的尼达 拿出前世心 留给她的博牌项链 怎么回来了 三百年前 美女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男人 并亲手做了一份甜点 只因他们老家有一个习俗 就是少女一生 只能为她心爱之人做这种甜点 而她今生唯一爱的男人 就是她 说完男人就一口吃掉 原来是尼达回忆过往的事 希望通过这些甜点 能让转世后的查卡想起点什么 然后再重新爱上她 殊不知 这一切都只是她的一厢情愿罢了 满心欢喜地将亲手做的甜点 递到查卡面前 需要采集各种新花 萃取颜色 制作过程极其复杂 只为拿给心爱之人品尝 查卡听满不为所动 更是在尝过甜点后 简单的说了句好事而已 并没有任何感觉 这让尼达暗自神伤 心仿佛被掏空了一半 另一边 带来再次来到王草屋 这次她不再去怕塔萨 却在来的路上 不小心被吸紫折了 塔萨立马帮带来包扎伤口 并视法让伤口全力 带来好奇塔萨是怎么做到的 塔萨解释 只是用了一些草料消毒而已 带来十分感动 说从来没人对她正好过 然后便想以后经常来看望她 塔萨自然是恶意 但又怕尼达只小了 不因此责怪带来 于是带来恳求塔萨 不要跟尼达穿就行 因为她跟塔萨在一起时 总是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殊不知 塔萨才是她的亲生母亲 另一边 瑞恰找到女巫师 说自己递给女巫查看 看完照片后 女巫就和瑞恰来到医院看望妹妹 女巫一见到瑞姐 就察觉到异常 于是便主动提出 要帮她看一下 只见女巫一只手搭在瑞姐肩上 然后就能读取到她的记忆 知晓了瑞姐 是被人失了巫术 才不能说话 于是便施法帮瑞姐解了妮达的巫术 就这样 瑞姐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 兄妹俩连忙向女巫表示感谢 歌廷溜进妮达的房间 找到小可爱 利用手机拍下了照片 结果刚出来就碰到妮达 所幸的是 妮达并不知道歌廷市区里面拍照 而歌廷解释 拾过来打扫房间 然后就赶忙离开 来到密室后 妮达发现不偶巫术被人解除了 无样是法读取了不偶的记忆 原来又是那个女巫 怪了自己的好事 最后查卡来到医院 看到了那张照片 这下大家都知晓了 妮达就是穷夫人 但同时疑惑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妮达的外貌却没有任何变化 查卡却认为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凡是保养的好一点的女人 都显得十分年轻 而这些时日 她经过和妮达的相处发现 认为穷夫人是个可爱 且经地善良的人 看起来根本不像个骇人 女巫说 查卡难道忘了 她弟弟是怎么死的吗 有可能就是知道了 穷夫人的秘密 现在又有无数 封住瑞姐的嘴 查卡对此心存疑惑 恰巧这时 歌廷给瑞恰发来 一张大可爱的照片 证实了 穷夫人就是妮达本人无疑了 病房这边 妮达再次派化身蛇 来除掉瑞姐 并爬上她的床 将其死死缠绕 最后瑞姐还是难逃一劫 被化身蛇给咬死 就连准备讨好好的护士 都惨遭无首 刚好这时 查卡等人 飞而入 就看见护士 在化身蛇咬死的疑虑 瑞恰远忙 扑到病房上 发现面内早已没生息 任时悲痛不已 美女有个特殊怪癖 就是咬了一只大可爱 经常放在手里把玩 更是能命令大可爱 随时随地被她笑秘 只因瑞姐发现妮达 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 容貌都未曾改变 妮达便对她起了杀心 并命令大可爱 除掉瑞姐 就这样 瑞姐也下线了 在瑞姐的葬礼上 女巫决定和妮达做个了断 只有铲除她 才能阻止妮达 伤害更多无辜的人 听到这话的查卡 实真不赞同 毕竟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穷夫人是凶手 怎么能赖杀无辜呢 女巫说查卡一定要证据的话 那就带穷夫人过来参加葬礼 到时候她自然会证明给她看 于是查卡回到茶园 就告诉妮达 好友的妹妹去世了 想让妮达今晚去参加葬礼 解释自己 在这里没有什么朋友 只和妮达的关系比较亲近 听到这话的妮达 立马就答应了 见妮达同意了 查卡便打电话告知瑞恰 今晚穷夫人会到场 而女巫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 拿出一个宝会出来 说只要穷夫人踏进这里 她就会利用这个释法 如果穷夫人真会巫术的话 就会忍受不了这一面的热气 见出原形 很快到了晚上 妮达盛装出席葬礼现场 查卡却不知道 瑞恰她们的计划是什么 自一下说 等一下她就会知晓了 可查卡还是担心妮达的安危 女巫说 穷夫人不会有任何危险 只要她不是女巫妮达就行 查卡却说 女巫不解释清楚的话 她是不会让妮达冒险的 瑞恰说 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妮达已经到了 数万众人都朝着妮达的方向看去 这是瑞恰第一次见到妮达本人 忍不住感叹 二十年过去了 居然要貌都不曾改变 肯定不是什么普通人 查卡出来迎接妮达 然后和妮达一同进入现场 而当妮达进去后 女巫就在各个角落 开始施反不振 屋内的妮达对此毫不知情 随着女巫的阵法即将完成 妮达开始坐一弯 身上也汗流加倍 瑞恰假装上前关系 询问妮达是不是身体发热 妮达没有承认 直到女巫再万万成不胜之法 随即吐出一口白气 总算大功告成 然后便躲在角落 偷偷观察妮达的一举一动 此时的妮达已经忍到极限 一旁的查卡看出一场 询问她是不是身体不适 妮达连忙以此为由 起身就朝外面快步离去 结果刚走到大门前 就被门口的白线反弹回来 直接摊倒在查卡怀里 眼见自己就快暴露真实面目 妮达用眼神控制查卡的意识 命令她立即将白线扯下来 就这样查卡说眼砸黑 起身一把将白线扯掉 速度快到一旁的位下 都来不及阻止 妮达则是趁机逃走 女巫冲出来 录制查卡外来的好事 然后就赶忙追了出去 此时的妮达已经坐上车 火速使赢了 气得她咬牙欠视 但女巫岂能善罢甘休 立即施法 从水缸里 看到妮达的具体位置 于是两人来了一场隔空大战 竟能准确无误地掐住妮达的脖子 而妮达也不甘示弱 立即施法反击 红光乍现后 紧紧握住女巫的手腕 瞬间让她如火烧一般疼痛 然后收回了手艺 果然是高手过招 招招致命 当女巫想要再次反击时 妮达吹出一口黑气 只听到一声巨响 水当瞬间原地爆炸 女人前一秒还打完的光鲜亮丽 下一秒就被打回原形 狼狈地逃回小树林里 找到塔萨寻求帮助 可此刻 妮达还在担心查卡会不会怀疑自己 塔萨让她别恋爱脑了 都这个时候了 还想着情情害爱 有什么用 而她之所以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法力消耗过多导致的 如果不马上进修 身体则是会比之前更加衰弱 输完就递给妮达一碗草药 能帮助她减少疼痛 妮达喝完药 便立即收腿盘坐 开始静养 与此同时 戴兰拿出手机 翻看里面的照片 几天前 戴兰又偷偷去找塔萨 刚好阿潘也在 于是戴兰越顺手 给阿潘拍了几张照片 没想到却有意外收获 戴兰越看阿潘的长相 越觉得和她的父亲长得相似 这一边 进修后的妮达 果然恢复了年轻荣望 塔萨告诉妮达 现在她荣望是恢复了 但失去的法力是回头来的 妮达说这样可不行 本来女后的法力 做不比太低 下次肯定还会找她的麻辣 眼下最重要的是 必须想办法 尽快让查卡想起前世的记忆 塔萨说这个方法非常危险 一旦失败了 她也会有生命危险 就是妮达需要入定三天三夜 全神灌注不能分神 才能打开通往前世 年轻精神的大门 直至灵魂吹翘 拿到化石枝花 再把花拿给查卡门 最后就是新途前世 留给她的佛海项面 用她唤醒新途前世的记忆 到时候新途做会 记起两人相爱的事 立一阴瑞下指责查卡 罗外她扯断白线 才和他们错失了 抓住穷夫人的机会 查卡却说自己完全不记得了 是她将穷夫人给放走了 女巫说查卡是被妮达 淋湿了心智 但在此之前 女巫是亲眼看见穷夫人 因为正法的原因 出现身体不适 查卡逐渐对她起灵心 于是等到了第二天 查卡便找到妮达 本想向妮达打听昨晚的事 妮达却说刚好有事 要和她商量 然后就拿出一张邀请函给查卡 说明天在清迈有一个研讨会 要去三天 她想请查卡带她去参加 今天下午就得出发 而妮达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故意要制作查卡 免得她不开家的这三圈里 担心带来又和查卡纠缠不清 随即妮达找到带来 说自己要去曼谷办事 带来的小一通前往 但遭到妮达的反对 并强要带来 在她不在的这三圈里 绝对不能私自出门 带来虽然不情愿 却也只能绕坐 最后不停在打扫房间的时候 发现妮达的手机忘了拿走 便转交给了带来 担心妮达出门办事 没有手机可不行 于是带来急匆匆的出门 要去送手机 结果车开到半路的时候 发现没有了 恰巧在路上碰见查卡 得知原因后 查卡主动提出要送带来去 就这样妮达最不小发生事 还是发生了 两人就是这么有缘千里来相会 而当查卡开车去追妮达的时候 却发现妮达开的那条路 并不是去往机场方向 只见妮达一路开进树林里 于是两人决定开车继续跟上 没想到小车开到一半时 却突然陷入深坑里 进退两难 被困在了原地 查卡只好下车检查 妮达已经进到森林里 硬实把将车椅藏起来 然后独自走进森林深处 不要还是被路人看见 最后再来和查卡也赶到 正在一会前方明明没用了 为什么妮达会连同车子都不见了 就在这时 刚才那个小哥走出来 两人立即上前打听 才得知妮达已经进入这片森林里 于是两人立即跟上 为了唤醒心爱之人前世的记忆 女人孤身躲进深深老林里 开始默念咒语 在阵法开启前 妮达必须不被任何人打扰 还要封住同学 包括外面的那片魔法森林 都要一并封锁 不让外人靠近 如果有人进入这片魔法森林 都必死无疑 殊不知 此时的查卡和戴兰 为了寻找妮达 正在外面闲逛 做完这一切 等妮达便开始进入状态 灵魂出窍 来到另一处一进 只见这里连树上都掉满了人 不得不说萨瓦比卡国的人 真是脑洞大开啊 妮达四处张望 最后找了块空地 坐下来 她要在这里打坐三天三夜 才能拿到所谓的跨石之花 唤醒查卡前世的气息 这一边 查卡和戴兰 到处都找不到妮达的身影 此时的森林 尼森的像是没人来过一样 两人开始不停地寻找出路 在走过的路上做记号 结果被困在这片森林里 根本就无法走出去 一直在原地打转 甚至连刚进来的路 都找不着北了 两人开始慌了 到了晚上 戈廷发现戴兰居然还没有回来 担心戴兰会出事 想进去森林里去找找看 结果却没阿龙拦住 可戈廷执意要进去找戴兰 于是趁阿蒙不注意的时候 朝他脸上洒了一把灰 然后以百米充次的速度 跑进森林里 塔萨端来一碗草药 让鹏哥喝下它 不久之后他就能恢复记忆 刚好这时 戈廷找了过来 在门外呼喊塔萨的名字 听到声响的塔萨出门查看 戈廷向塔萨打听 戴来今天有没有来过 他都在府里找了遍 都没找到他 所以才会来这里碰碰运气 一听到戴来失踪了 塔萨顿时紧张不已 戈廷突然想起来天的时候 戴来说要给穷夫人送手机 便跑了出去 结果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当塔萨听到 戴来是跟着伊达一起出去 心中涌起一阵不安 愤感事情不妙 有种不祥的预感 笼罩青头 两人这边 不仅没有找到出入 连手机都信号全无 只能烧起篝火等待天明 而这一夜 也让两人之间的感情 持续增温 查卡抱着戴来 就这样是李叶 这边瑞恰 把所有能联系到查卡的方式 都找了个遍 就是没能联系到他 便来找戈廷打听 没想到 却发现戴来和查卡 是一同消失不见 最后走投无路的两人 决定来找女巫 寻求帮助 跟她说明此次的来意 于是女巫施法 就轻松找到两人的踪迹 得知了查卡和戴来 被困在魔法森林 隔天一早 担心女儿带来出事的塔萨 早早便来到魔法森林脉 此时女巫一群人 也来到魔法森林脉 并开始施法 只见她拿出一把匕首 随手一挥 就轻松将伊达氏的法刃 给扩解了 恰巧在角落 看到几人的塔萨 露出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感叹此人是谁 为何能这么轻松 惑解证法 既然证法已解 找到戴来和查卡 并非难事 于是女巫吹响口哨 召唤出一只大公鸡 并命令大公鸡 却将戴来和查卡 带出来见她 就这样 大公鸡立即行动 朝着森林深处飞去 原来大公鸡不仅能 被做成大环机 关键时刻还能带你走出困境 最后两人都和大公鸡一起 走出森林 和女巫等人会合 来几人准备迎来 带来却说 自己的母亲还在里夜 于是请求女巫帮忙找到 一听到这话 女巫心中爱惜 决定趁机除掉妮打 然后便独自一人来到洞穴外 塔萨发现后 自然不能让她进去打脚妮打 便趁机不备的时候 将女巫打晕 全身用绳索捆绑 她也不想造恋啊 只是为了她心爱的小姐 不得不这么做 说完就将女巫的身体 连同石头一起沉入河里 美女正在修炼 只为了机身转世的爱人 能早点恢复前世的记忆 眼看跨石之花即将大功告成 却有女巫要在此时 祸害妮打的好事 于是塔萨便将女巫打晕 双手双脚捆绑起来 最后连同石头扔进河里 另一边 查塔等人已经一天一夜 不见女巫的身影 就连妮打也不见回来 瑞霞猜测 女巫是不是已经遭遇不测 被穷夫人给反杀了 于是到了晚上 几人去了女巫的住处 结果却发现屋里 没有半点光明 证明人确实没有回来过 就在大家担心 女巫真的遭遇不测时 女巫拖着疲惫的身体 虚弱地走回来 大家连忙上前搀扶 事后女巫讲述了 去找穷夫人时 被人从身后打晕 还差点被淹死 好在关键时刻还清醒过来 即使正后派绳索 奋力地游上岸 才侥幸捡回一条命 听到这话可带来 内心十分愧疚 要不是她拜托女巫去寻找母亲 她就不会遭遇这样的意外 说完毕向女巫表示道歉 看着眼前这个善良的女孩 女巫很难想象 像妮达那种幻女人 怎么能生出带来 这么善良的女孩 然后决定晚上好好休息打坐 养足精神 明天还要去山洞寻找妮达 但要查卡核对签帮忙 带来也想一捧钱了 却遭到女巫个拒绝 于是便偷偷跟在几人身后 来到森林后 女巫做使法召唤大可爱出现 想利用化身蛇引妮辄现身 只见女巫施斩法术 将化身蛇套住 周身发出一阵惊光 便让化身蛇痛苦倒地 发出阵阵惨叫声 不到一会呼呼 化身蛇便当场隔屁了 可却不见妮达现身 查卡认为 穷夫人和妮达 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女巫却说妮达之所以没有出现 肯定是在做其他重要的事 那是因为妮达 现在压根不知道外界的情况 全神惯处地等待花开 躲在一旁地带来 看了老半天 终于察觉女巫根本不是来帮她找母亲 于是怒气冲天地跑出来 生气地指责对方 现在不用她帮忙了 因为她决定报案处理 最后就和查卡一起训了几局 哥平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想要紧快回复 验证一件事 然后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妮达的密室 到处寻找了一番 果然发现大可爱不见了 与此同时 带来一直担心母亲的安威 生怕她会出一半 忍不住伤心落泪 查卡劝撞 安威带来 两人抱在一起的一幕 恰巧被哥平撞见 而这边妮达终于大功告成 拿到跨石之花 内心的眼激动 笑得一眼灿烂 然后灵魂重新回到体内 当她走出洞穴 却发现正法不知道何时被人破解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回到府中 小心翼翼地将跨石之花放好 随即呼唤自己的大可爱 结果半天又没有回应 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她不在的日子里又发生了整事 于是立即失省 看到过去 得知了又是女巫干的好事 顿时落魂风烧 准备出门去找女巫算账 带来看到母亲平安回来 立即激动的上前拥抱 说自己十分担心 她在森林里失踪了三天 妮达一眼吃惊 不肯承认自己去过森林 而是去曼谷 于是带来警示 妮达的手机落在家里 她和查卡一路跟着妮达 进森林 两人亲眼目睹还不承认 可妮达就是打死不认 直接转身离开 带来几嘴起后 叫住妮达 质问她 到底有什么事 不能和她说的 妮达却说 不关带来的事 更没有权利管她的私事 听到这话的带来 十分伤心 跑去找查卡就安慰 查卡说 世上哪里有母亲 不爱自己的孩子 肯定是因为穷夫人心情不好 才会正说 带来心里 这才勉强好受点 殊不知 妮达说的就是大实话 向塔萨抱怨 实在是受不了她的女儿 居然敢把包天了跟踪 她去的森林 塔萨说妮达是多女 那让妮达却认为 带来只会给她制造 更多的麻烦 还将女巫带去森林 幸好她平安无事 否则她绝不会放过带来 塔萨让妮达不用担心 因为她已经将女巫 这个麻烦除掉了 母亲发现 自己苦等三百年的心爱之人 居然喜欢上了自己的女儿 每天都当着她的面如胶似漆 约好明天共进满餐 这可把妮达气得不清 隔天就迫不及待地将查卡叫走 带来只能眼睁睁 看着妮达和查卡一同离开 随后两人来到 妮达事先搭建好的帐篷里 也就是类似查卡前世处的帐篷 希望帮助她更快地 记起前世的记忆 只见妮达拿出帐室之花 放在查卡面前 然后就告诉她 此方闻过之后 就能让她想起前世的事 查卡半信半疑 但还是忍不住上前闻闻 果然脑海中浮现出 前世灵灵碎碎的记忆 闻过之后 查卡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于是妮达立即又拿出 查卡前世留给她的佛牌项链 戴在了她的脖子上 就这样 查卡想起了和妮达相爱的点点一滴 缓过神爱的查卡 看到妮达后 终于唤醒了心爱之人 内心难免激动 经到深处时 自然而然而就发生了更亲密的事 恰巧这一幕辣眼睛的画面 被赶来的带来看见 泪水如空水般涌出 昨晚还在自己面前发誓 要对她好的男人 这么快就转移目标了 更何况那个人 还是她名字上的母亲 事后带来识魂落魄地回到家 向歌廷抱怨 她实在想不明白 母亲和查卡的事 让她以后如何面对两人 不曾想 隔天两人就亲密无间地抱在一起 光明正大 完全无视别人的眼光 出现在众人面前 连一旁的歌廷看见 都直呼辣眼睛 与此同时 今天是瑞杰出病的日子 女巫拿来对付穷富人的药 想交给查卡 去不见她来 瑞洽让女巫再等等 查卡知道今天是她妹妹出病的日子 不管怎样都会来的 殊不知 此时的查卡 早就被妮达 逼得激昏巴塑 陷入爱情的温柔香 不能自发 并亲手给妮达做早餐吃 而她的手机一直响不停 原来是瑞洽这边 见查卡迟迟又出现 所以还不停拨打她的电话 不从小 最后到了葬礼结束 居然都不见查卡现身 于是瑞洽决定去青门府 看看 这边查卡刚给妮达做好了早餐 就寒情默默地看着妮达吃 当看见妮达吃得满嘴都是 还细心地刚看她这嘴早餐渣 然后又是一顿深情告白 感叹今生两人还能再相遇 她发誓一定会继续爱着妮达 恶不过爱上人 妮达说自己也是 两人永远都不要分开 而这一幕又被带来看见 不仅开始怀疑查卡的大转变 也太可疑了 就连歌婷都忍不住抱怨 虽然现在查卡已经顺利想起了前世的点滴 再次和妮达相爱 但妮达的内心还是觉得惶恐不安 担心跨石之花 不能让查卡一直爱着她 哈萨解释跨石之花 只能让查卡想起他们曾经相爱的那种感觉 并不能让查卡一直爱着她 妮达寻求破解之法 哈萨说只要查卡一直戴着火牌项链 就会爱她永不变 听到这话 妮达犹如吃了一颗定型完 晚上瑞恰来找查卡 问她怎么打了一天的电话都没接 葬礼也没来参加 查卡解释自己的天都很忙 但这个回答让瑞恰十分不满 妮达便说查卡是经理 天有很多工作要做 关键瑞姐跟查卡又没办法解关系 出不出席都无所谓 瑞恰说关妮达什么事 此话音出查卡论失误了 让瑞恰不要这么跟她的爱人说话 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 你对男女正在帐篷内探讨生命的起源 殊不知 倒影却被帐篷卖的女人 看得一经二处 残忍的关系逐实有点复杂 事后查卡的眼里 心里只有妮达 走到哪连到哪 甚至连好友妹妹的葬礼 都懒得参加 这让瑞恰白思不得其解 不明白昔日的好友 只是短短一日不见 尽从了恋爱闹 于是借口想要和查卡 单独聊聊 然后拿出女巫要对付妮达的药 叮嘱查卡 找个合适的机会 让穷妇人扶下 这样就能量穷妇人原形立露 可此时的查卡 已经被爱情冲昏腾了 结果瑞恰手里的药 便直接摔在地上 若是瑞恰 自己绝对不会去伤害心爱之人 而她的妮达 也不是什么妖魔鬼怪 而指责瑞恰 被女巫那个老太婆 灌了灵魂汤 事实都听她拆遣 你现在就回去告诉那个老太婆 别再图管闲事了 说完就妻子地转身离开 面对查卡的转眼 瑞恰也实力疑惑 便告诉了女巫 猜测一定是妮达对查卡针实了 而且这件事 肯定和她在森林里 消失的那三天三夜有关 正所谓抬草无尽低头剑 更何况同众屋檐下的两龙 查卡叫住带来 问她为什么总是躲着自己 真这么狠他吗 瞧瞧这话说的 是不明白的事吗 然后查卡就向带来表示道歉 说以前的事 都是她对不起带来 更不是故意让她伤心难过 关于以前的事 她却是认真过 不过现在的 她不再有那样的想法了 带来怦斥查卡 到底和母亲之间发生了什么 查卡解释自己 接下来说的话 可能听起来会很离谱 但她和妮达 前世就非常相爱了 听到这话的带来 简直她妈给离谱 开门离谱到家了 查卡说 如果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自己也不敢相信前世今生 而她曾对妮达 许下爱的誓言 今生她不会再爱上其他人了 带来还是不愿相信 这时妮达走了过来 说信不信都拥不得你 事实就是我们非常的相爱 然后接下来的日子 都是妮达和查卡 没修没躁的生活 两人来到河里 洗洗玩耍 突然妮达发现 自己的一领头发 居然变成为白色 顿时让她慌乱如马 立即表示自己要回去了 然后火急火燎的找到塔萨 说自己立刻马上就要血浴 在今天又不是黑文之日 妮达却说不管这么多了 反正上次试过 效果都差不多了 而且现在她和星途整天腻满 她可不想让星逢 看见她这副鬼样子 塔萨说妮达如果继续 和星途发生关系 就必须接受自己的身体 以前回到原来的样子 妮达说自己等了三百年 才等到今天 肯定要把之前的叫 统统补上来 绝不会让任何事 来阻碍他们相爱 真是造孽啊 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每一次血雨 就要有一个人牺牲 塔萨开始替妮达赶要担心 她真的不想看妮达继续搓下去 另一边 带来将查卡寄起前世的事 告知了瑞恰他们 女巫也疑惑不解 于是便施早看到查卡和妮达 然后发现查卡身上 被某种力量包围的 略恰说 难道真的跟查卡 前世爱上穷夫人有关吗 女巫也不知道 他们的前世是否相爱 但现在的查卡 之所以如此尼恋穷夫人 肯定是被穷夫人给灭祸了 为了和母亲抢同一个男人 女孩竟在男人喝的水里 加了不明液体 原来是女巫拿给带来 并告诉她 只要查卡喝了此料 无论穷夫人对她做什么都没有用了 于是带来迫不及待地 将动过手脚的饮料 让歌廷端去给查卡服用 两人则是躲在角落暗中观察 只见查卡闻了闻 便直接瘾下了 不曾想 查卡下一秒就跑去卫生间呕吐起来 听到动静的尼达 连忙上前查看 询问查卡是吃坏什么东西了吗 随即又则反回来 看到桌上的茶水 拿起来闻了闻 便发现丹尼 于是将水拿到密室 然后又倒进魔法坛里 发出一阵巨响 果然茶水是被人动了手脚 气愤的尼达找到塔萨 怒持她的大笑女 竟敢拿药给查卡吃 甚至想要拆散她和查卡 塔萨认为 带来根本不懂巫术 从小就生活在国外 哪里懂得这些弯围邪道 尼达猜测肯定是受了女巫的蛊惑 不管真相如何 现在她把话搁着了 如果再来再来找她的麻烦 背后搞这些小动作 她一定对她不客气 塔萨肯求尼达原谅带来这一次 算看在她的情分上 然后告诉尼达 就算女巫拿来更多的药 都不能解除她对查卡式的咒语 因为只要查卡一直带着那条佛牌相验 女巫做什么都是图王巫 此话一出 尼达才勉强消息 事后带来和歌廷躲在角落 偷偷观察查卡 想知道药水对查卡起作用没 于是歌廷心虚的上前询问查卡恢复的如何 结果还没等查卡回答 尼达就回来了 看了一眼歌廷后 就知道又是带来不死心 前来打听情况 便气愤的找到带来 不知她又想拿光明之水给查卡服用吗 带来一货母亲 怎么知道她给查卡喝的是什么 难道真如女巫所说 是你给查卡施了换术 尼达怒对道 就算她真的这样做了 你又想怎样 莫不是要把查卡从她身边抢走 带来只是不赞同尼达的做法 但绝对没有要和她抢查卡的意思 尼达斥责带来 别再不管闲事了 对不对 都是她的事 如果带来再不乖乖听话 到时就别怪她不讲情念 我刚才会打发 如果我刚才不吓不吓 与此同时 带来的表哥彭坤来亲门府做歌 并在表冬处下 刚好尼达准备晚上血语 命令阿龙去找些青年壮丁 恰巧彭坤就成了那个对象 出去城堡的时候 意外走进那片森林 被阿龙发现 于是当头就给了她一把 将她打晕过去 而这一幕刚好被风风钉钉的彭哥看见 当即就好回去告诉塔萨 等两人赶过来时 彭坤早就不知所踪 因为此时的彭坤 已经被阿龙藏到山洞里 将她关押起来 等彭坤再次醒来 就发现自己不知身处何处 观察了一下四周 呼喊了几声 见没人应答 也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最后就给戴莱打局视频电话 告诉她自己的一个光头 关在一个黑漆漆的山洞里 结果话讲到一半的时候 手机突然没电关机了 好在把消息传送出去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戴莱身上 到了晚上塔萨本小偷偷将人放了 无料还是给阿龙发现 两人只能无功而返 而戴莱听彭坤的描述 猜测抓他之人可能是阿龙 于是带着歌廷准备出门寻找 刚好被尼达撞见 便告诉了妮达事情的来龙去脉 然后询问山洞的具体位置 听到这话的妮达 内心慌了一批 故作镇定地说 这哪来的山洞一说 根本没有山洞 说完就催促两人离开 如果真的是阿龙抓了彭坤 就由她来处理 最后再来只能和歌廷 无情不愿地离开 每到月圆之日 别人在赏院 别女却要大开杀戒 专挑年轻壮害下手 才能永保青春 维持她的美貌 这晚由于手下的疏忽 抓错了年轻壮害是个熟人 塔萨为了解救彭坤 就和彭坤里应迈合 故意在动漫点了一把火 趁乱将阿龙支走 然后再由塔萨 去将关在牢笼里的彭坤解救出来 而此时阿龙也成功将火扑灭 妮达恰巧赶过来 教学阿龙以后抓人的时候 眼睛擦亮眼 不要对府中的人下手 尽给他惹麻烦 说完就问彭坤在哪里 阿龙说还在洞穴里关押着 结果等妮达进去 就发现人已经跑了 便又将阿龙大骂一顿 眼下最重要的是 追悔彭坤 因为彭坤知道他们的秘密 他绝对不能留他活口 可彭坤有塔萨的帮助 自然能轻松逃通 妮达只能回到密室 施法找到彭坤的下落 结果意外发现 是塔萨帮助彭坤逃跑 瞬间木火被点燃 而这边彭坤刚清醒过来 就透过门缝看到塔萨正在熬药 还往里面加了一只小可爱 差点没把他吓掉了 随即又听到妮达的声音 于是又透过门缝观察两人 妮达这本塔萨 是不是他放了彭坤 塔萨心虚的表示 他是在私底里看到晕倒彭坤 于是便将他带过来治疗 而他正打算告诉妮达 妮达没有怀疑塔萨的话 然后说彭坤这个人留不得 因为他已经知道山洞的秘密 现在必须杀了他以及后患 而塔萨不赞同妮达的做法 解释彭坤的身份特殊 又是府中的亲戚如果突然消失 力量会引起家里人怀疑 唯一的办法 就是给他吃消除记忆的树根 像当初对待彭坤一样 这样就不怕他陷入我们的秘密 殊不知两人的对话 早就被屋里的彭坤 听得一清二楚 能两人进屋后 彭坤假装还在昏迷 于是他发上前叫醒了他 并拿出一个药丸 收拾帮他恢复身体的不要 然后就强行散入彭坤的嘴里 今夜看见彭坤服药 妮达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另一天 带来将彭坤被关在山洞的事 告知女巫 希望寻求他的帮助 女巫说 这种鸡毛蒜皮的事 就不要找他了 他可没这么闲 说完就准备转身离开 歌廷叫住他 说他不是想知道妮达的事吗 关于那个山洞的事 可能跟妮达有关 此话一出 果然成功引起 女巫的兴趣 立即开弹做他 看到了彭坤的下落 此时的他位置 并且在洞穴 而是被一个老佛伯 精心照顾 两人猜测 彭坤肯定是在塔萨的茅草屋 与此同时 等彭坤再次清醒过来 塔萨询问他还记得什么事吗 彭坤说都不记得了 这时奈兰和歌廷也赶了过来 上前和彭坤打招呼 但他却说不认识带来他们 塔萨解释 彭坤被人打中头部 可能失忆了 带来见状 只好先将彭坤带回补中休养 回到房间后 等四处无人的时候 彭坤就迫不及待的拿出手机充电 不像是失去记忆的样子 原来他根本没有是消除记忆的样 到了晚上 查卡准备和妮达深入交流的时候 妮达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声称现在不方便 然后几身快速逃离 刚才还热情似火 转眼就居然千里之外 这让查卡简直摸不着头脑 原来是妮达最近频繁和查卡用力过往 身体频频出现衰老症状 需要时刻血域 才能拥抱青春和满血的状态 于是到了深夜 阿龙又打约一零青人创汗 抓来洞穴 牺牲成为妮达血域的对象 就这样妮达再次烦恼完 随其扩不及待的来到房间里 叫醒查卡 果然快乐 是建立在别人自奋骨上 而女巫终于找到 修处查卡身上的幻术了 她告诉大家 立须想办法拿到查卡脖子上 佩戴的伯牌项链和佛牌项链 查卡一直随身携带 而且穷妇人和查卡形影不明 根本没有机会下手 找谁你叫何事呢 这时带来开口了 为了重返青春少华 女人不惜采用最悲悦的手段 将全身浸泡在这血池之内 只要短短几分钟 便能让她的肌肤 练得如丝断断光滑细腻 脸上的褶皱也瞬间被磨平 此时的妮达全身充满力量 还不得找个少年狼 好好快活一下 只见妮达双眼一定 心中默念咒语 随即吐出一口红光 就这样 雾气一下子就散开了 这要是放在福建回南天的时候 妮达绝对是大家的神啊 然后就见女巫走了出来 故意激入妮达 将她从府中引开 与此同时 哥廷找到查卡 告知她 戴莱有重要事跟她说 就在河边等她 结果等查卡过来 就看见 戴莱自导自演了一场溺水的戏码 查卡见状 不再丝毫犹豫的跳入河里 游到戴莱身边 而戴莱则是趁机取下查卡脖子上 黑盖的佛海项面 动作一气哼城 戴莱故意让查卡赶紧回去 否则等下武器发现 两人在一起又要生气了 听到这话的查卡 回忆起这段日子 和妮达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顿时觉得十分荒唐 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然后就向她来表示道歉 解释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一切都是深度有几 下来看到查卡 恢复正常 脸上难眼高兴 甚至心里还有点小激动 另一天 女巫将妮达引到森林深处 说她现在终于能确定 妮达不是虎龙人了 妮达嘲讽她 说女巫根本没有证据指中 结果下一秒 瑞下就出现了 让妮达别再演戏了 说她既然能轻松破解雾人数 所以说明她是女巫了 而这一代失踪的男子 肯定是她的杰作 山洞里到底藏着 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包括查卡弟弟的死 一定跟她脱不了关系 妮达当然不会承认 有山洞医书 女巫威胁妮达 今天不把事情交代清楚 就别想离开 便手边往包里 掏出一把 放在嘴边默念咒语 然后撒在妮达周身 燃起雄雄大火 将妮达团围围住 妮达当然不在怕的 从这点妖宠小气 还想逼付她 说完就蹲下身子 举手抓了一把沙子 放在嘴边默念咒词 只见妮达将沙子吹走 天空瞬间流过蜜蜜蜜 拉起了黄蜂 大火也被风吹灭 然后妮达又轻轻一挥手 凝视距离 一道金光的力量 让手中不断急剧 发出光芒 她将凝聚的法力 化作一股强大的力量 狠狠地冲击在女巫身上 直听一声去响 瞬间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这一招可谓是伤得一千 自损八百了 女巫力急让瑞卡撤退 而妮达也没好到哪里去 展妮达愁坏了 不明白 现在每次续痕之后 身体保持年轻状态的时间 越来越短了 难道是自己没有在月圆之日举行吗 塔萨猜测有可能是这样 也不排除 她花太多法力和女巫斗法导致的 但无论什么原因 妮达都不允许自己的身体 出现老坏的状态 否则她还怎么跟查看一日三次了 塔萨说妮达不能频繁进行血液 最近消失的青年已经够多的了 总有一天会引起警方的注意 过不其然 警局心上任了一领余警 对失踪的青年壮汉的案子 十分感兴趣 想要彻查这个案子 男警察却说消失人口很正常 每天都有人不是硬死 就是老死 奉劝余警还是把时间 挖在其他案子上吧 余警却让他将所有资料调出来 剩下交给他就行 而根据他承财帝 彭坤才知晓对方的身子 表人也算不打不相识了 余警说自己来调查失踪案件 并提醒彭坤小心点 说这附近像他这种年轻蛮人 都失踪了好几起了 伸手这么差 就别到处闲望了 说不定下个党来鬼 就是他 听到正话的彭坤 才意外得知 原来已经不止他一人遇害 而他的话也成功引起预警的注意 立即向他打赠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彭坤却说 现在时机不合适 过后他会再准动联系他 到个深夜 查卡发信息告诉他来 会在院子等他 两人决定趁着夜黑 再去一趟山洞 然后从抽屉拿出一把手枪 出门和带来会合 没想到 尼达突然出现 从身后叫住了他 立即问他这么晚了 准备去哪里 查卡恍生要去院子闲逛 尼达说自己也要一起 整片都关在房间里 自己都快变坏了 查卡当然不能让尼达跟了 声称他的身体还没恢复 等一下要是再着凉了 他可就要心疼了 就这样尼达被查卡连哄待骗的 带回房间去 而这边迟迟不见查卡过来的带来 又意外看到彭坤 独自拿着手电筒出门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便偷偷跟了上去 一路尾随到了山洞前 突然童坤的手机铃声响起 原来是女警着急询问过去 结果两人讲话的声音太大声了 连阿龙发现了 只一女人在山洞里 关押了数名年轻壮汉 查卡便一路尾随两人 结果又在路上遇到带来 想着刚才的誓约 便先去找带来 于是带来将刚才发生的事 都和查卡叙述一遍 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所有的坏事竟都是母亲做的 另一边 尼达找到塔萨 目指他居然背叛自己 否则怎么彭坤吃了药 还记得一切 塔萨提出责疑 要是当着两个面服下 配方也是和彭坤当年吃的一样 不可能没有效果啊 尼达说是已至死 但他没有其他选择了 只能除掉彭坤 结果当他施法 想知道彭坤的下落时 却怎么都看不到 我以为是自己的法力出了问题 殊不知 是女巫在彭坤背后 化了护身符 才让尼达找不到他 可护身符的有效期 只有七天 在这七天里 他们必须想办法 再次进入那个山洞 横坤回忆起当时在山洞里的场景 说自己被囚禁的时候 闻到了一股血腥味 更奇怪的是 近几年失踪的都是一些年轻男子 听到这话的女巫 似乎想到什么 立马起身准备回家找点东西 想要验重心中所想 然后翻越古书集 猜测尼达会抓那些年轻男子 可能是再使用一种 消失已走的黑巫术 这种黑巫术极其残忍很毒 更可怕的是 如果他猜想没错 那尼达的真实年龄 就不得而知了 而他之所以能保持年轻的容貌 是因为他在用人血沐浴 此话一出 猜浪不愿相信 叔母亲只是喜欢钻研法术 并没有这么残暴 女巫说如果猜浪不信的话 那就将这瓶药水拿回去 给尼达腐下 就能让她的身体 变回真实的能量 虽然嘴上说着不相信的话 那该做的是 猜浪是一剑影落下 回到府中后 就和查卡一起联手 在尼达的饭菜里 加了那瓶药水 因为是查卡亲手做的 尼达自然没有起疑 一口接一口的吃了起来 直到突然感到肚痛男人 这才意识到 心爱之人 查卡居然给他下药了 你快来什么 女人笑得一脸灿烂 只因心爱之人 给他精心熬制了一碗鱼粥 就傻呵呵的吃了起来 殊不知 鱼粥里早就被男人 加了对他身体不利的药 等尼达反应过来 已经为11万 只能一碗推开查卡 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现场 回到房间后 尼达就将房门反锁 捂住肚子 共骨生肠 身体也已肉眼可见的速度变老 满头白发 一抓掉一把 门外三人赶过来 刚好偷过门缝 最终还是被三人 看见了尼达的真实面目 都露出不可置信的样子 随后尼达立马找到塔萨 寻求帮助 塔萨将尼达搀扶到一旁坐下 当看到尼达的明朗 塔萨一点吃惊 尼达解释自己被人暗算了 不小心吃了对方下的药 才变成了这副鬼样子 然后请求塔萨一定要帮他 可尼达现在的情况很糟糕 就算是打坐镜凶 也无法让他变回年轻 尼达说 那就赶快帮他安排血雨 塔萨摇了摇头 仅时就是有人给他吓亮了 说明他使用黑巫术 已经被人知晓 如果现在使用血雨 肯定会找到那人的道 所以现在他们能做的 就是等待 与此同时 查卡他们趁着尼达不在房间 便偷溜进来找线索 还用手机拍下了尼达挂在密室里的照片 当女巫看到尼达的照片后 告诉众人 每次他和尼达斗法的时候 尼达就是穿着这套衣服出现 尼达肯定是把自己的灵魂护在画中 然后再用画中的形象出来杀人 包括瑞吉和查卡的弟弟 之后赖来问查卡 现在知道了是尼达害了他弟弟 接下来他有什么打算 查卡说自己现在心里很乱 暂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晚上塔萨施法 想听尼达疗伤 结果却因法利微博 加上尼达身体受损太严重 才无法帮助到他 这让尼达感到不满 指责这一切都是带来导致的 塔萨说带来是不会伤害他的 尼达说就是带来喜欢上了查卡 想从自己身边抢走他 包括上次拿药给查卡喝 可这次明明是查卡亲手做的饭 拿来给他吃的 怎么能怪在带来身上 而尼达自然不愿相信 他在查卡会伤害自己 任天就是带来 趁查卡不注意的时候 在他饭菜里沟通下药 让塔萨不用再替带来便捡了 上次的事 他是看在塔萨的面子上 才放过带来 这次他绝不会原谅他们 另一边 女巫想到了彻底铲除尼达的办法 就是砍掉尼达的脑袋 破坏他的法术 听到砍头两字 带来瞬间不淡定 说怎么能伤害他妈妈 可无论如何 他都会伤害他的 谁想杀我妈妈 我就跟谁急 很显然 这话大家表示不算公 起来争执 这是女巫用说 只是相中性的砍掉尼达的木偶头而已 不是真的杀了尼达 那他们要想办法 拿到尼达的头发 还有追加和他的血 才能一样象征尼达的木偶里 最后砍掉木偶的头就行吗 查卡问砍掉木偶的头 尼达又会怎样 女巫说尼达做会变成 无和他真是年纪的样子 即使在血雨无数次 都不会让他的容颜回到年轻时 最重要的是 他的法力也会随即消失 不能再出来祸害他人 与此同时 尼达无论如何都不愿再作以待命 今天之内 他就要找到恋物血雨 于是便让阿蒙出去寻找 他仨担心尼达好运后 真的会对大家不利 而这边 横空刚好打电话告诉女巾 说之前消失的那些年轻男子 都是被关押在青森府的山洞里 恰巧两人的对话被男警听到 为了抢先一步一攻 男警率先抵达森林附近 结果就是这么倒霉 成了阿蒙的令 被一棍子打晕 最后成了尼达血雨的对象 而大拉和歌亭 则是在此留进尼达的房间 搜寻女巫要的那三样东西 两人很快就在梳子上 找到尼达的头发 接下来就是之下 可是到处寻找了一番脏料结果 此时在门外把风的查卡 看到尼达回来了 便想打电话通知带来他们 结果大拉忙着找东西 根本来不及听 等他刚想拿手机的时候 查卡又挂掉了 以为他上前叫住了尼达 女人露出她那绝美的容颜 男人看见后 哈喇子差点没收住 质疑女人白天的时候 被他撞见 尼达满头白发苍苍的样子 没想到才过去短短几个时辰 尼达的容颜这么快就变回年轻 查卡差点露出破绽 立即强装震定 上前询问尼达一整天都去哪了 都不知道自己有多担心她 尼达随便找了个理由护弄过去 然后准备回房休息 房间里的带来和歌亭 也听到尼达回来的声音 而查卡担心两人被发现 连忙和尼达一起 尽量多拖延一点时间 好在打开房门 并没有发现两人的身影 悬着个心这才松了一口气 最后尼达洗完澡出来 刚想和扎卡好好交流一番 突然脑海中想起塔萨叮嘱的话 务必三天之内不能进行防止 否则她的身体又会立马 变回衰老的模样 于是便让查卡什么都不用做 陪在她身边就行 查卡心里暗自小心 六成功躲过一劫 等尼达睡着后 查卡拿出枕下刀 偷偷捡下她的枝下 隔天一早 黄坤就打电话 请戴莱一定要小心尼达 担心尼达会伤害戴莱 戴莱说毕竟自己是尼达的女儿 不会有母亲 会伤害自己的女儿 结果刚挂完电话 尼达就气愤的找到戴莱 抓着她的手艺 录制她不是一直想知道 山洞的秘密了 现在就带她去看看 就这样戴莱被尼达 强行转了出来 今天是不是要让戴莱 接受宠法 听到这话的尼达 直接上手打了戴莱一巴掌 赤子戴莱明明处处和她作对 断菜里下药 哪一件不是她做的好事 还是因为嫉妒她和查卡在一起 所以才这么害她 戴莱说不是尼达想的那样 自始至终 她都没有想过要伤害妈妈 而她所做的一切 是不想再看到她一错再错 听到这话的尼达 不要伤害带莱 尼达见状 直接开大 施法发布要金光打向带莱 鹏哥虽然疯了 但还是潜意识想保护带莱 附在了她面前 背后燃起了大火 躺在地上痛苦挣扎 当尼达又准备对付带莱的时候 耳边突然传来女巫的声音 于是尼达立即闻声追了出去 两人再次大炸三百回合 同时试掌打数 结果尼达被炸逼了 而女巫则时间好就收 带着瑞恰果速撤离 尼达见状立即追了上去 殊不知 已经中了女巫的圈套 等尼达赶来 瑞恰就卡住了神索 一个木架狠狠扎向尼达 竟然被尼达躲开了 但手臂还是被砍伤 而那两人早就会知所踪 这可感尼达气得癌痒了 然而这才是几人真正计划的开始 为了就是收集尼达的血液 围续的路上 瑞恰打电话通知查卡 她可以开始接下来的行动了 等尼达回到家 查卡就装成不知情的样子 后来听尼达包扎伤口 用海绵收集了她的血液 就这样成功拿到尼达的血液 三样东西全部集齐 而尼达还在天真的和查卡表示感谢 问查卡 如果她并没有她想象中的美好 还会继续爱着她吗 查卡直接避开这个问题 然后找了个理由离开 与此同时 塔萨替蓬哥包扎伤口 看到这里 带来突然意识到塔萨也是 塔萨让带来不要怕她 不管怎样 她都不会伤害她 再说了自己的法力 早在她出生的男生就没了 于是带来寻了塔萨 为什么要和尼达一起修炼巫术 塔萨只好和戴来讲述了 关于尼达的过往 因为前世的爱人被杀 为了再去情人 尼达不得不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 一直生存到现在 戴来提出之余 既然尼达是为了等待星途的转世 那又为何要嫁给她父亲 塔萨解释一切都是迫不得已啊 睡梦中的女人 突然感到莫名的燥热难安 原来是女巫正在对尼达进行砍头一世 先是开谈作法 默念咒语 然后再将收集到的 尼达的血液指甲和头发 全部塞到尼巴里 中途要不停的默念咒语 就这样 一个人行的简单尼巴成行了 等女巫再次施法时 睡梦中的尼达已经感到不安 被困在梦中无法脱身 根本不是女巫的对手 紧接着 女巫就将白线缠绕在尼巴的头上 扯断了尼巴的头 睡梦中的尼达惊醒过来 脖子上瞬间多了一条疤痕 而她的容颜 再次变成了衰老的状态 这让尼达无法接受 大叫出声 很快大叫门声赶来 查卡站在门外不停的敲门 询问尼达的情况 尼达解释自己 只是做愣愣的 让几人先回去 等确定几人离开后 尼达才从房间里 包得严严实实地走出来 准备去找塔萨寻求帮助 殊不知 身后的三人早就等候多时 一直尾随在身后 跟到了塔萨的茅草屋脉 尼达找到塔萨 问她自己 怎么会变成这样 书完就露出脖子上的伤疤 哈萨一眼就识别出 伤疤是有人对尼达 进行了砍头仪式 而这仪式不是简单单 就能做到的 也需收集她的血液和头发之下 所以到底是谁 能轻易地拿到这些东西呢 尼达这才恍然大悟 想起前天查卡 替她处理伤口时 怀疑就是查卡被判了自己 算是陷入悲伤之中 哈萨还为尼达当务之急 还是先想办法解除这个符咒 否则尼达的身体 还会继续迅速衰退 再想恢复年轻的容颜 就不可能了 这一番话 被门外的三人听见 担心尼达的法力 会再次恢复 于是连忙将此时告知你 女巫说 砍头仪式结束之后 她就把一半人偶给埋起来 没有人能找到 所以尼达不可能会恢复 现在她就跟河通的老人 没什么区别 带来说 既然母亲现在已经变成这样 就不要再伤害她的母亲了 瑞恰却说 自己的妹妹死得这么凄惨 要她如何放过尼达 带来感到十分愧疚 但此时的尼达 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 希望她能因此原谅母亲 查卡说 自己能理解瑞恰 唯一的弟弟也是尼达害死的 但她不想记着仇恨 活一辈子 所以一切因果就在这结束吧 与此同时 哈萨端来一碗草药 让尼达服下 尽心是淡淡的承诺 一定会替尼达解开这个符咒 但要绕着她说的错 尼达说 女巫藏起来的一般人偶 就这样 尼达保持着静态的模样 女巫通规到这一幕 误以为尼达无计可施 等待衰老死亡 时间一到 她便要亲手对尼达斩扫出根 从一开始她就没打算放过尼达 隔天女巫就让瑞夏 隐瞒带了他们 准备偷偷去山洞放一把火 让一切罪恶都埋藏在那里 与此同时 带来越看彭哥的长相 越觉得木鸣熟悉 于是便让格平拿来剪刀和水 剪掉了她那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顺便再把脸洗干净 然后终于看清了彭哥的长相 认出了她是自己父亲 喜极而弃地抱住了她 父女俩在这一刻相认了 另一边 女巫等人 正提着游动 前往山洞 恰巧这个木 被准备出门找医生 给鸿鸿鸿看命的带来撞见 于是丽娅追上去询问 女巫健壮也不打算隐瞒 带来说 如果女巫如果想伤害尼达 就先杀了她 然后不停请求女巫放过尼达 最终女巫还是心软 决定暂时收手 很快到了深夜 阿龙带着黑狗 找到了埋藏弥漫人偶的地方 并顺利将它挖出来 同时女巫也感觉到了符咒被破坏 猜测肯定是有人找到弥漫人偶 顿时大感不妙 一群人立即前往山洞 而这边女巫又半夜来森林查案 结果被阿龙发现 抓回了山洞 一切东西都准备齐全 现在只能打刷将法力传被尼达 再配合女巫的血 就能让尼达宠获年轻 然后就这样 女巫成了牺牲的忌品 塔萨已经开始开谈做法 一切准备就绪 当女巫一群人赶到时 已经没十一万 只见塔萨一刀头死的女巫 成功完成了仪式 就这样 随着仪式的开戏 尼达终于再次满血复活 女人三百年来漫长的等待 就换来辛亥之人的背叛 终于再次满血复活 告别了恋爱脑 蜕变后的她 简直美出了新高度 惊醒过来的尼达 第一件要做的事 当然是铲除这个 给她做砍头仪式的女巫 今天定要让她 付出惨痛的代价 只见尼达一个眼神 就让刚才的那些片残渣 飘浮在空中 然后用手轻轻一挥 全部都刺向女巫 就这样 女巫被划破手臂 尼达见状 更加得意猖狂 准备再次施法时 多时的带来 冲出来 挡在女巫面前 奉劝妈妈不要再害人了 尼达怒知道 明明是你们所有人伤我在先 尼达不愿接受这个现实 被这份爱的执着 以深入红水 如今却被要求放下 对她来说何其的残忍啊 带来就让尼达认清现实 查卡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变成她的心痛了 此话一出 尼达彻底用了 要不是带来一直从中做梗 试图从她身心 想走查卡 他们早就修成正果了 带来说 自己从未有过如此想法 如果妈妈不信 的话 她和查卡可以永远的见面 只要尼达不要再去伤害任何人 尼达呵呵一笑 说带来不会再有机会见到查卡了 因为她要拔掉带来这个心头刺 输完便准备开始施法 查卡见状吐在带来面前 这时她把冲了出来 请求尼达不要伤害带来 可尼达却依旧不为所动 查卡只好拿出一把匕首对准自己 并威胁尼达 如果敢伤害带来 那她就和带来一起去死 尼达简直无法相信 心爱之能竟如此护着别的女人 听到这话 和尼达彻底心寒 准备除掉所有人 于是再次全力施法 女人好不容易满血复活 恢复战斗力满格的状态 结果却被女巫炸毁了山洞 封死在这个洞穴里 发誓等她出去后 一定要让这些人血债血肠 听到这话的塔萨 试图舒服尼达放下对心徒的直面 尼达却说一切都要怪戴来 如果没有戴来 心徒一定会重新回到自己身边 势必要除掉戴来 塔萨悲悲的请求 尼达放过戴来 好歹看在自己服侍了她几百年的份上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尼达怒指塔萨没有资格 和自己讨价还价 既然她已经选择了戴来 那就别怪她不人了 谁都不能阻挡自己 于是便将塔萨关在地牢里 然后找到了出口 目击中天地回到府中 结果发现戴来那群人都不在亲闻府 估计是害怕她找他们算账 各个都躲了起来 尼达换了一身装备 随即来到密室里 尼达施法找到戴来的身影 此时的戴来正在倒数寻找鹏哥 因为早晨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鹏哥无知所踪 尼达这才意识到 原来他们已经妇女相认了 于是又再次施法 找到了鹏哥的踪迹 随后尼达率先找到鹏哥 对着他诡异一笑 说如果他想要找到戴来 那就跟他来 否则就别怪他心粉手了 此话一出 鹏哥只好乖乖跟着尼达理睬 等戴来找到鹏哥时 他已经被尼达绑在树上 戴来见状 立即上前准备解开绳索 这时尼达走了出来 然后便施法控制住戴来 开始他的疯狂报复 随后用幻化猪成戴来的样子 找到戴亭 将他骗到山洞前 妄称父亲被尼达抓进去 就这样戴亭也被关押起来 等他发现时 已经为食一把了 哈萨让戴亭别白费力气了 像尼达那种人 是不会在乎任何人的 就连戴来也一样 戴亭这才发现 戴来不知何时 已经被关在里面 原来是尼达使用了射魂术 才会变成了戴来的模样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阻止尼达报仇了 哈萨甚至开始后悔 当初不该将尼达误术 造成如今尼达滥杀无辜的局面 与此同时 尼达又化成戴来的模样 打电话给查卡 告知他此时就在亲门府 希望查卡过来和他会合 但现计只能他一个人过来 因为他有重要事和他商谈 查卡没有怀疑 当下就同意了 等到晚上 贾戴来就和查卡说 自己决定明爱亲门府 查卡表示替戴来开心 希望戴来搬过去和他一起居住 更是信誓旦旦的承诺 为好好照顾戴来 听到这话的贾戴来 气氛的甩开查卡的手 指责查卡已经是尼达的人了 自己怎么能抢走他呢 查卡说那是心服和尼达 让上辈子的爱恨经活 关他查卡神势 爱上心狠手辣 又残忍杀害他弟弟的凶手 就算全世界只剩下尼达一人 自己也不会爱上他 听到这话等尼达彻底怒 这个女人的爱到底有多执着 好不容易等到心爱之人 三百年后的转世 结果对方却爱上了别人 于是尼达干脆施马控制了查卡 决定让所有人都找不到他 不管使用什么卑劣的手段 他都要将查卡留在自己身边 说完就施法将查卡的身体一藏起来 与此同时 彭哥在山洞里恢复了全部的记忆 这时戈廷接到瑞切的电话 向他打听查卡的下落 结果意外得知 众人都被尼达关在山洞里 约查卡见面也不是带来 而是尼达 可山洞的入口明明被女巫封死 他要如何进去解救大家 带来刚想说 尼达幻化成他的样子 带着戈廷从另外一个入口进去时 手机却突然没电了 而查卡也一直联系不到人 两人猜想肯定是被尼达关押起来 于是当两人准备前往亲闻腐蚀 女巫突然叫住了他们 说他们及时去了 因为带来他的失踪 只知道他的秘密就必须死 而你们也知道的太多了 所以你们都得死 说完就开始施法 变付无数的武功 将所有的女巫族人全部残忍杀害 这时瑞夏和彭坤 带着女巫拿给他们对付尼达的白线 来到了亲闻府 结果刚他进来 就看到这么惨不人堵一幕 他们慢慢没想到 尼达竟如此心狠手了 连这些无辜之人都要残忍杀害 这下他们更加担心查卡的安逆了 四处寻找查卡的尸体 这一无所获 直到来到尼达的房间 两人都没看到被隐身藏在床上的扎卡 与此同时 尼达再次回到山洞里 准备亲手除药带来 黄哥在一旁请求尼达 不要伤害两人的孩子 听到这话的尼达 呵呵一笑 将隐藏多年的秘密说得出来 就在尼达准备下死守时 哈萨说 即使尼达杀了带来 也无济于事 查卡不会再害他了 哥不利用带来的身体 然后重新和查卡在一起 果然尼达内心开始动摇 哈萨说 自己会施法让老人的灵魂消化 尼达说 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查卡在过不久 会像哈龙一样 只会听他拆解 利永生永适和他在一起 哈萨说 那样在一句木偶 有什么区别 他和幸福一说 但如果按照他的方法做 就能和查卡龙感情的幸福老去 而他更没必要杀人 又去维持年轻 此话一出 尼达终于决定一事 随后 哈萨拿出两个水晶球 告诉尼达 他会施法 让老人的灵魂进入水晶球里 到时候 两人就能完成灵魂护化 但仪式只能在月人之夜进行 尼达以为 哈萨是为了通言时间 才故意这么说的 于是气氛的准备 再次对他来下手 哈萨连忙解释 绝对没有欺骗他 另一天 女巫因为伤势过重 不能亲自出发 约不尼达 只能研制出几颗隐身药丸 叮嘱两人 进入山洞前扶下他 不管是谁 包括他们俩 都会看不见对方 但他只能围持两个时辰 一天之内 也只能服用一颗 然后又拿出红色药丸 解释这个就开眼完 如果想让谁看到他们 就给谁吃 于是两人分别方向了这两种药 并朝着山洞的方向走去 而山洞这边 哈萨已经开始准备 替尼达和带来两人 准备一轨交换 为了一个不爱他的男人 尼达竟要和羊女带来 互换身体 哈萨提醒尼达 在一世进行时 一定不要随意挽动 否则他就会有生命危险 尼达提出质疑 塔萨说 自己已经追随尼达数百年了 直接眼前出现了好几个阿龙 在塔萨施法期间 尼达就不用担心被塔萨暗算 最后便让塔萨启动正法 只见塔萨默念咒语 一道耀眼的亮光瞬间闪现 尼达和带来的灵魂 开始从身体抽离 塔萨趁机告诉彭科他们 说等尼达和带来的灵魂 进入水晶球里 他就会立刻释放带来的灵魂 然后让带来的灵魂 重新回到他自己的身体里 到时候你们就立马离开这里 没想到 尼达却突然终止阵法 因为他改变主意了 说他可以等带来的灵魂 先进入水晶球后 到时他在脱离灵魂 直接进入带来的身体里 就不用多死之去 这个方法更简单 根本没必要将他的灵魂 放进水晶球里 塔萨心虚地逼下头 而这时带来的灵魂 已经成功进入水晶球里 于是尼达走到带来身边 施法准备进入他的身体里 塔萨见诚 不能再做一概病了 他绝对不会让尼达伤害带来 直接打碎水晶球 让带来的灵魂 重新回到他的体内 尼达怒视塔萨 居然敢被叛他 塔萨卑微地请求尼达 帮我带来 和尼达旨意要杀人带来 塔萨只好掏出匕首 威胁尼达 只要自己还活着 就不会让尼达伤害带来 说完就朝着尼达次去 尼达轻而易举地躲开 甚至将塔萨推倒在地 尼达说 看在塔萨是封他百年的份上 他就不用巫术对付他 然后就上手要掐死塔萨 这时带来惊喜过来 看到这一幕后 连忙上前阻止 将尼达给拉开了 尼达拿着一手 准养人 说这样也好 今天就送他们母女俩一起上路 再来一脸疑惑地看向塔萨 于是尼达便将真相说了出来 解释当初 就是为了守护这个山洞的秘密 无被人发现 他才会选择和彭哥结婚 但和彭哥发生关系的人 一直都是塔萨 直到后面怀上了带来 失去了全部巫术 身体老化成这样 不能恢复到年轻的状态 开始后悔当年 刘下带来这个祸害 说他从出生就是个错误 与此同时 瑞夏和彭坤来到山洞外 就看见阿龙手在洞外 瑞夏只好发出声响 拎看阿龙来到一出偏僻的地方 而彭坤则是留在洞外 图置炸弹 准备将洞口插开 做完这一切的彭坤 就过来和瑞夏会合 结果却发现有这么多个阿龙 即使开箱都对他不起作用 女巫失窄 灵魂出笑 飞到现场帮助两人 挡下了阿龙朝他们扔过来的石头 施法直接将石头炸碎 惊讶地看见 眼前出现这么多个的阿龙 只见四个阿龙合体后 又变成了一个巨人 朝他们发起攻击 女巫立即让彭坤和瑞夏来进撤离 而她则是施法飞到半空中 默念咒女 手中就多了一道闪电 朝着巨人阿龙劈去 就这样 阿龙被炸得灰飞烟灭 瑞夏和彭坤点燃了炸烟 将洞口炸开 而女巫也施法找到 被隐藏起来的查卡 然后将他唤醒 瑞夏和彭坤来到山洞里 两人的引识药还没失效 正准备用白线 将尼达捆绑起来 结果关键时刻 飘链子 飘笑居然在此刻失效 尼达看到两人后 简单一个施法 就将两人扎入过去 然后将手里的匕首扔向带来 却被塔塔倒在面前 匕首刺进了她的背后 这个女人的爱到底有多执着 甚至已经到了乱杀无辜的境界 就在妮达准备对戴来 下死手的时候 查卡突然在身后 叫住了妮达 并威胁她 如果敢伤害戴来 那她必定会恨她生生世世 听到这话的妮达 顿时感到伤心欲绝 心痛不已 三百年来漫长地等候 就换来这么一句话 现在无论她杀不杀戴来 都挽回不了查卡的爱 那她就更没必要留下戴来 斥责查卡冷血无情 枉费她一直以来对她的爱和忠诚 查卡说 前世的心图 真的是全心全意的爱着妮达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可她慢慢没想到 心图眼中的白河光 竟会变成如今这般杀人如马 自私的用人血 来维持自己的年轻容貌 妮达解释 做了一切还不是因为爱她 如果不这样做 还怎么跟她再许前缘 查卡认为这不是爱 而她更不会爱上妮达这种残忍的女人 然后奉承妮达放下头刀 改过自新 或许来世 他们还能再许前缘 妮达再也不信查卡一个话 一次不终终生不用 既然自己人生是因为心徒而活的 她也休想和其他女人甜蜜幸福 那就让所有人一起毁灭吧 妮达说完就开始施法 准备和大家一起同归于尽 眼见山东地叶 黑线一触即发 关键时刻 女巫即时出现 唤醒了六甲和蓬 然后让他们立即拿白线去捆抱 传妮达 紧接着 女巫用施法打开了地牢 让蓬哥和歌平他们先逃命 不要留下来 成为负担 两人只好朝着动漫走去 这边的三人 趁着妮达施法之际 已经用白线引三角形的行动 将妮达死死困住 女巫让三人缩小范围 白线缠绕在妮达身上 顿时让妮达痛苦不堪 可查卡却不为所动 而女巫开始对妮达施法 妮达被这股力量折磨得死去活埋 等没有反抗的能力 女巫见山洞即将叹塌 立即让大家赶快撤离 唯独丽达留在原地洞堂的 嘴里还不忘念到这新途的名字 女巫的灵魂回到自己身体里 妮达是过重陷入了昏迷 在撤离之前 瑞恰和恒坤不忘继续固扎炸弹 等确认大家都平安逃出动漫 便直接引爆了炸药 就这样妮达终于被炸死了 塔萨因为先前准美刀 此时也到了游进灯窥的时候 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心爱之人和女儿都陪在身边 然后诧悟不该将妮达巫术 导致如今这一切的发生 她这也算是因果报名了 大家都选择原谅塔萨 最后塔萨也下线了 大家回到住处后 就发现宁伤是过重陷入宫里的女巫 于是连忙将她送到医院救治 醒来后的女巫 着急询问妮达的是 瑞恰说一切都结束了 山洞也被炸毁 妮达被埋在里面 物死也出不来了 女巫却说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了 像妮达那种法力高强 执念又深的人 即使生死 灵魂也不会这么简单的离去 肯定还会回来找我们算账 要是她的灵魂脱离身体 附身到画像之中 到时候还是会出来害人 所以免现在要做的就是拿白线 去将妮达的画像杀绕起来 然后再拿来给我销毁 好 殊不知 妮达的灵魂已经率先一步 从山洞里逃出来 附在了画像里 只因前世心爱之人 承诺和她来世在许前缘 妮达便古等查卡三百多年之久 结果却换来查卡和其他人 联合将她炸死在山洞里 怨气太深的妮达便化作为怨灵 附身在画像之中 那却被女巫提前运要到 于是便让查卡前往应试 然后将画像伤毁 没想到此时的妮达已经在画像之中 任凭两人如何发力 画像都稳似不动 妮达又施法将桌上的匕首四向带来 幸好被查卡给拉开了 不甘心的妮达又再次施法 让房间里的百件都剧烈晃动 查卡见状 立即拿出白线 将它缠绕在画像上 只见妮达发出一声惨叫 便不能再为非作打了 于是两人立即将画像抬出去 准备一把我给烧了 直接断了妮达的后路 女巫尸法将火点照 妮达却在此尸法挖起了大风 天空顿时雷电交加 下起了大雨 将火给熄灭了 女巫只好获念咒语 手中瞬间多了一道闪电 然后就将妮达的画像披成两半 妮达的惊魂瞬间无数藏身 撞向女巫的身体 这下女巫更是伤上加伤 众人连忙开车 送女巫去医院救治 而此时妮达的惊魂又追上来 放在了他们车子面前 过时他们的车子无法前行 于是女巫对着手里的活住尸法 然后让黄昆扔向妮达 就这样妮达才被成功赶走 众人事理逃脱 女巫又再次偷写不止 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便让众人送她回家 因为她还要利用剩下的时间 帮他们对付妮达 回去后 就让众人在屋外 将整栋房子通白线围绕起来 这样妮达的惊魂就进不来 暂时保证几人的安全 可他们总不能一辈子 待在这里不出去 女巫自知时日不多 但她必须在此之前先除掉妮达 于是便让几人帮她蓄逆 就是让大家去九个寺庙里 帮女巫做功德 就这样女巫的周围被惊光环绕 终于替女巫求得一线生机 而此时她的法力足够对抗妮达 接下来她要做的 就是将妮达的灵魂关起来 生生世世不得闻魂转世 除非妮达真心忏悔 灵魂才能得到救赎 屋外的妮达又开始对众人发起进攻 只见她梦念咒语 天空顿时变得乌人密布 挖起了黄蜂 很快围绕在外面的白线被扯断 妮达终于可以放开杀了 怨气冲天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然后又飞到半宫中 开始梦念咒语 施法对付众人 这时女巫出现 从包里拿出佛像 高高举起 发出一道惊光 妮达的灵魂就这样被吸引进去 但妮达还是用了最后的力量 蛀伤了女巫 顿时吐出一大口网穴 女巫将全部紧剩的法力 随毅了佛像 妮达再也不能出来 为非作打 然后便告诉他们 只要将佛像埋在寺庙下就行 说完最了无遗憾的也恨西北了 而查卡按照女巫灵中一言 将封印妮达的佛像 埋在了寺庙边上的一个大树底下 妮达的灵魂也将受到她应有的重砸 除非她放下所有恩怨 还能得以重生 猴胎转世做人 否则她只能生生事事被关在黑暗里 在痛苦中挣扎煎熬 经历了这么多时候 彭哥决定卖掉茶园 带着带来去曼谷生活 而歌廷作为带来的侍语 自然要一起搬过去 于是瑞恰找到歌廷和他深情告白 歌廷很亮注意瑞恰 有情人专重倦属了 另一言 查卡决定为了妮达去修行做功德 减轻她的罪业和痛苦 再来表示理解查卡 并成诺愿意等待 查卡也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 或许是一年 又或许是一辈子 但真正的爱情是经不起讨厌的 时间和距离都无法阻挡 相爱的人走到一起 即使两人要被破分开 查卡一直在替妮达做功德 妮达的周身也不断涌现出涅盘之光 可她依旧执迷不悟 想要报复众人 但随着时光慢慢流逝 曾经的仇恨也在岁月中渐渐淡化 妮达终于放下了仇恨 明白了爱一个人是成全 而不是战友 让她回到带来身边 就这样 查卡烧毁了封印妮达的佛像 妮达也终于得到了真正的解脱 然后和查卡做最后的报名 做完这一切的查卡 立马非奔来找带来 并拿出求婚戒指 承诺知道生命的最后一刻 都会一直爱着带来 两人相拥在一起 他们的爱情毕竟风雨 最终迎来了圆满的结局 成为了彼此的永恒 妮达看到这一幕 由衷地祝福他们 本剧结束